有一次我就嗅到 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垃圾桶 就是煮菜的那边 有一个很难闻的味道 就是我这个垃圾桶里面呢 我丢掉一些 我瘦了几个月 在冰箱柜子里面 忘记煮的这个猪肉 那个味道都真的是 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想要吐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坚定的说 其实就是什么就可以 不需要就是瘦这些味道的 那个牵连 毕业后的2001年 我就开始找工作 然后我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又重新遇到了 我们的磁青的伙伴们 那我就加入了磁青的大家庭里面 在那个时候呢 我还是不是素食者 但是不是我们在磁青生活里面 都是给我们吃最好的 都是素的 那不知不觉中 我也就是被感染的那种吃素的那个环境 跟一个选择 我就请了一个念头说 不然我就开始吃素吧 上演也说过说 其实最大的慈悲就是互生不傻生 那也就是素食 很多翅膏本身也都在乳素 那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呢 其实越来越多人知道素食 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好 可是就是很难去做到 第一个就是还是口误 营养还是第二个部分 从一天里面三餐 就是从一餐开始吃素开始 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天全素 然后一个月可能有十天到十天全素 所以它可以是顺序渐进的 然后才不会把大家都吓跑了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现代人的 然后在这个营养的部分 就是怕说我自己不够营养 那我们可以慢慢再来学习 怎么样子去补充 蔬菜好像包菜啊 盖蓝啊 还有花椰菜啊 都是属于比较高盖质的蔬菜 然后好像chart seed 也是会有这些盖质 然后在素食者呢 我们取到的这些铁质 都是非血红素铁质 就是non-heme iron 非血红素的铁呢 就比较难 那可是呢 我们可以加强那个吸收 就是通过吃比较高 citric acid 就是柑橘类的那个水果 就是vitamin C 比较高的食物 那你就可以强化 这个加强那个非血红素的铁质的吸收 所以当我们吃很多这些豆制品的话呢 然后再加上柑橘类的这个水果的话 那整体上我们对这个吸收加强 那还是可以圆满的 然后铁质的吸收是会被某一些食物抑制的 比如说polyphenols 那个茶呀咖啡呀 还有这个巧克力之类的食物呢 我们就不能够跟着铁质膏的食物一起吃 所以这个东西一打开我们的电话 电脑都可以找到的资讯 所以其实并不困难 所以那一面心是最重要的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